细止细万路一段的车流量相当大 尤其在靠近细万交流道的这一段 只是因为没有人行道 一直以来人车征道相当危险 在几次的会刊之后 也驱断施坐人行道了 除了之前交流道往长江街寒洞之外 最近也新划设了人行道 18号接近早上 市议员周亚林服务处人员也前往现场关心 并且将会陆续争取延伸 让行人行走更加安全 这是之前的画面 虽然不是上下班尖峰时间 不过细万路车子还是一辆借辆 不过低头看去没有人行道 行人无路可走 尤其在靠近细万路交流道的这一段 车子更多逼得行人只能走在马路上 与车征道好危险 不过这几天人行道换好了 现在行人有自己的行走空间安全多了 细万交流道车子也很多 民众一直在反映说 这里要试坐一个人行道 那也很感谢主任新北市政府交通局会看过的时候 那现在在试坐这一条人行道 就是从细万交流道173巷口 可以接说新江北条跟旧江北条 接个串联的时候 能够走在这一段人行道上 有一个安全感 那我们的里民在走路的时候 非常非常的没有安全感 那里民跟里长来跟我们反映的时候 希望说整条西湾路来坐人行道 我们已经在前半段已经那个人行道做完了 那我们坐到这148号这个地方是第二段 18号上午一元抓领服务处也前往关心 西湾路车流量不少 去年在靠近长江街寒洞做了实体人行道 现在靠近交流道前面也换好串联起来更安全 所以里长也希望能够继续往211巷来延伸 就是美中还有不足一点点 希望就是从这个189号能够接到211号的巷口 接上去 接上去就在水沟上面把它接上去 也可以更长一段 那我们将来争取在经会许可之下 我希望说我们西湾路到我们的寒洞前面 整个都来坐人行道 让我们西湾路有一条安全舒服的人行道 让我们的里民我们的护佑有可以一个通行 因为西湾路的路幅有限 是坐人行道不容易 目前先驱断进行 接着也将陆续的争取延伸 让行人更安全 继承慧林 西纸财报报道